嗨 大家好 我是靠靠的张小姐 今天在铁西办事 然后就在附近找了一个 就是那个小串啥的麻辣烫之类的 之前拍复顺的时候 出差复顺的时候 给大家拍了一个 大家还觉得还挺爱看 所以今天我吃饭的时候 就上菜脚给大家拍一拍 我今天是要了一个浓汤的麻辣烫 还要了一个这个鸡排 这个鸡排是一大份 一大份那种鸡排 但是撑完之后 它是二十块钱一斤 二十块钱一斤 然后呢 要了撑的这个一份 也得一斤这样 我肯定是吃不了 而且我也不敢吃那么多鸡渣的 给大家看看我这个麻辣烫的 这个就是大鸡排 我现在已经吃了两块了 它还有很多 它给切成块了 其实我本义上 怕要吃的话爱吃条的 我都让它直接给我切成块了 这个是浓汤麻辣烫 麻辣烫是这样啊 你只有汤浓 它的味儿才够足 清汤滑水的那种麻辣烫不好吃 这个我吃的还行 我自己家做的比汤还好 鸡排不错 鸡排还挺好吃的 是不 反正炸的东西 味儿给足了都好吃 它就属于甜辣酱 甜辣酱 它中间这些吧 有的撒上了 有的撒这种甜辣酱 有的没撒 有的没撒 就是有的撒着还挺好吃的 你看我这杆就往下处了 处了 处了 便宜在下行吗 这个是撒了一点酱 我第一次吃这种 就是鸡排上淋酱的这一种 它有几种酱 我用的是这种特色甜辣酱 还挺好吃的 块比较大 这一大块差不多就是一斤 一斤 现在已经吃了一几块了 我们今天来的这个点 也不知道是咋的 没啥忍着 其实它上面写的是两点营业 但是我们来得早 它也今天门也开了 那天刚开始往里进点 吃的感觉吧就还行吧 鸡排倒是挺好吃 这个店就在这个 燕粉街上一个小店 麻辣烫的就是 成本高的都没给你放 就是你不需要 不能自己去点 都是一份一份 所以不太推荐 鸡排走到这个附近 可以来尝尝 这小店就在燕粉街上 主要就卖这种小串 麻辣烫之类的 我是靠谱的张小姐 一个自国老师 主持人记者编导的旅游播主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爱看我的视频 欢迎你来关注我 拜拜